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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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南瓜你首先要把皮和羊去掉 然后切成片 切成片你一般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这个整个的蒸 你得蒸20多分钟 就是说你为了让它熟得快一点 你把皮和羊给举出来 但其实要说到南瓜 王健老师你看 今天咱手上拿的这个是属于那种小南瓜 您在菜市场中发现 南瓜它个头不一样好 这品种都不同 对它分着大南瓜小南瓜 还有老南瓜和嫩南瓜 就感觉这南瓜里的诀问很大着呢 您告诉我们咱今天做南瓜饼比较适合什么南瓜 这个这种南瓜呢 其实这是小的 这是小南瓜 它的颜色好 你看黄黄的 尤其它那个橙色 对 但如果这个说起好吃呢 还是这个老南瓜好吃的 老南瓜什么样的特质 它面更甜一点 它没有水 它水分少 这种南瓜呢它水分比较大 就是 但是它颜色好看 一般做那个南瓜饼 它这个 这里的东西呢 一般都是用这个 这种颜色好看一些 小的南瓜 那一点南瓜 颜色好看的 那你看姜还是老的辣 这南瓜也是老的好吃 它吸收的营养多一点 自然而然 那个味道错不了 但是它从营养价值上讲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吗 你比如说这种这个嫩南瓜 它的维生素C和葡萄糖的含量 是要比老南瓜要高 但是老南瓜呢 它的胡萝卜素 钙铁 还有纤维素的含量 要比这个嫩南瓜的要高 你看不同年龄的南瓜 它是不一样的 那咱这个是不是得该取出来了 咱找了好半天了 嗯 20分钟 然后咱就把它取出来 哎呦 你看这个颜色 而且我好像听说 南瓜一生是宝 因为这个南瓜的皮 羊还有这个南瓜的肉呢 肉 包括籽 对 都是可以有药用价值的 而且我们讲 虽然这个刚才饼大厨讲的 在处理的时候 是要把这个羊和皮去掉的 但是它的皮和羊当中呢 它胡萝卜素的含量 反而比果肉要高好几倍 所以说你在家里处理的时候 如果能保留的话 还是尽量要用它的 尽量保留 那今天有什么样的营养呢 一会儿王妮老师再告诉你 咱看看秉时的忙记忍吧 秉时把这个水给它渗出来了 你看 挣出来一些水啊 哇 比如说这个味道还是挺清新的 对 南瓜味非常浓 开始做我们的南瓜饼 对 现在先把它链成泥 那好 现在吃南瓜非常的流行 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的全面 而且呢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我们说呢 这个南瓜是有减肥抗癌 益气补血 还有一个养颜美容的一个 三者坚固的功效 那具体来讲呢 它那个营养上 它有菇还有果胶 所以呢 它有一个降糖的作用 那糖尿病人我们都提倡多吃南瓜 没错 没错 再加上这个果胶 那果胶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肠道内呢 延缓人体 对糖类和这个脂肪的吸收 所以它有一种 降糖 降血脂的作用 对现代人我们提倡多吃点南瓜 真好 真的 天晚上好这么一说 真觉得这南瓜真棒 也是一个现在比较健康的食材了 那我们大厨这边呢 把我们的南瓜呢 倒成泥 你看到哦 其实倒这个泥呢 很简单 因为蒸完之后特别软了 对 蒸完之后比较听史话了 是不是 刚才是很硬的 刚才很硬 好 今天美食DIY教的这两样啊 是生活中老百姓家餐桌中常出现的 你看哦 今天除了做南瓜饼 一会儿呢 饼厨还会教你做微波烤肉的烤肉酱料 听起来都觉得 今天这一期要不看的话 此生有汗了 你知道 好嘞 我们这边把南瓜都倒成了柔 接下来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顶初 现在加入这个糯米粉 那其实这个糯米粉跟那个南瓜 有没有一个比例的要求 有 就是一比一就可以 是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 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做一些面点 还有哪些东西用这个糯米粉有神奇的一些效果 这个糯米粉呢 其实用处在这个面点的时候用处很大 因为嘛 它这个面呢 它吃起来比较黏 比较滑 没错 而且比较透 这个很多的面食 基本都要加一些这个糯米粉 糯米粉 对 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 我们用糯米粉 不光是用它这种黏糯的口感 也是要取它的营养的 又是糯米的营养 对 糯米也是有营养的 它首先呢 是有蛋白质 脂肪 还有碳水化合物 而且呢 还有维生素B1 B2 还有各种的矿物质 对量元素 还有烟酸 这些都对人体是非常有益处的 那中医上也自古又认为 这个糯米粉啊 有一种 补中益气 健脾养胃 还有一个止虚汗的作用 正因为这个糯米粉呢 有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所以小孩子和老年人 妈妈都比较喜欢吃 但是呢 这个糯米粉呢 它性质上来讲是比较粘腻的 所以很难消化 一次呢 一定要去适量的吃 千万不要吃多了 吃多了容易一起消化不良 这个男话饼 我看大平家做的时候 是不是还添点水 对 刚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 它的剩下的那个水添起来 把那个蒸过来 因为这个这个粥的呢 比较干 这个南瓜比较干 所以它这个水分比较少 而且汤水里有维生素C啊 还有胡萝卜水 我们也不要浪费掉 再一个呢 这个刚才加面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南瓜还是热的 是吧 直接把这个面倒进去了 然后基本上又烫那个差不多 水是烫的 烫着一下我们的肉 是不是 这样吃起来吧 口感更好 其实有的时候咱在家里做了一个烫面的饺 再会发现那个皮特别有筋性 而南瓜饼我们也希望那种筋筋的弹弹的感觉 对 这里面呢也没有加糖 所以如果喜欢再吃甜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再加一点糖 其实大叔你看啊 咱今天做的这个呢 是南瓜饼 最后呢 没有任何的色素 就变成黄颜色 对 有时候最多彩色面条 我们可以炸一点 对 南瓜汁 挺好的 对 现在包水饺也是 你只要把面中呢 你加入这个南瓜汁 它就是个黄颜色的 你做汤也是 你把它这个南瓜中好之后 把它打成容 你做任何一个汤呢 调入一点 就是一种很有人食欲的一种 黄色的金汤 而且天然的那种色素 纯天然的那种色素 不是人工色素 但是呢 这个南瓜C好啊 也不是说 一定要吃很多很多 每天都吃一次两吃的很多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就说他的手啊 掌啊还有额头 面部鼻子 会皮肤发黄 他来看以为是黄胆 是你别告诉我 是吃南瓜把自己吃黄了 有有可能 因为问问他的饮食的习惯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是吃南瓜吃多了 再一个吃胡萝卜 或是橘子 这种柑橘类的吃多了 都有可能 就因为这些物质呢 这些食材当中呢 还有一种物质叫 Beta胡萝卜素 它虽然是对人体有好处 但是你如果吃的过多 它就会沉积在人的皮肤的角质层当中 就会皮肤发黄 当然呢 我们医学上叫做 胡萝卜素黄皮症 当然了它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 你只要停用这些食品一段时间 自然而然就好了 你看我这没问题是不是 没有 没有任何问题 最近我这个橘子也没少吃 你知道 所以说你知道什么东西都是控制主量 对 今天咱这个南瓜饼再好吃也就控制住 不然的话把自己吃黄了就不好了 好嘞 这边我们这个面已经活的差不多了 就可了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揪个剂子 这个 最好呢 先醒它一段时间 醒多少时间 醒它5分钟 那好 5分钟之后 饼大厨再告诉你 饼大厨再告诉你 那接下来是炒饼 噔噔噔噔噔 现在已经醒好了 5分钟过后 我们这边的南瓜面 OK了 就OK了 那咱接下来开始 那咱们呢 就团一个 团 咱这个是没馅的这种南瓜饼 没馅 就是湿筋的 就是吃南瓜的本味 就是吃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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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它压成饼 很简单吧 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来文哥老师咱一起 我刚洗了手 手试没关系吧 没事没事 我们这功后多试 这一刻等了好久 自己做 才是真正美食地牌的快乐 所以你在家里面呢 这些方法学会了之后 千万千万别 揽下去 自己试试 好嘞 就这样子就可以 你看就是拍一个小饼子 就跟我们在家里面 呼那个饼子 差不多的 好嘞 其实这个南瓜饼呢 很多酒店的 它是炸的比较多 咱今天去煎它看看 就是咱这个是 符合家庭烹饪的原因 少油 我家里面其实很少 来真正炸的 因为觉得一是肺油 二是麻烦 这个我们要团这个饼的时候 它的厚度 没什么要求 没什么要求 就是但是薄一点呢 你这个成熟的快 我发现问题明初 您这个南瓜的面 醒完之后特别软 对特别软 就是特别容易成形 这样你吃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吃在嘴里呢 也特别的这个 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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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只可一会 不可言承 饼大厨都形容不出来 可你知道饼大厨呢 现在是一位高厨 已经浇了好多好多徒弟 浇完徒弟之后呢 人家自己是不动手的了 你看 我喜欢你看 魔剧出来之后 我们就有榜样了 后人就跟着学了 好了 一个一个做好 我们这个油温在很热的时候 把它煎的还是 六成 六成 大叔您说说这六成热的油温 什么样的表征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尤其干净油来说呢 它六成呢 它是这个起过泡之后 开始煤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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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 是不是有要求 要改成中小火 中小火 原来总是一种用大嘴的话 特洋气的一种小点心 就自己做南瓜饼就学到自己 不可思议 我没想过自己做南瓜饼 这回准备好了之后完全OK 可以搞定它 其实你看大厨你一煎 这个颜色变得比刚才本身 那个南瓜要黄上三倍 对 因为它遇到油了之后 一个是它亮了 对 真的很亮 这个翻面也很容易翻 我看它不粘 好嘞 慢慢地煎着 那饼大厨咱这个需要大概煎多长时间 咱的南瓜饼才能吃到嘴 这样两三分钟行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半熟的 对 南瓜已经是熟的了 压得油包的话 煎一会就可以了 自理自的南瓜饼 以前可能是一个天大的梦想 不过今天梦想召集了现实 因为我们的饼已经出锅了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 从我们的手中给它一点点的碰出来的 来 赶快给它迎过来 你想南瓜饼煎完之后 外皮有点微微发焦 不过的那个应该是脆脆的吧 应该是外脆里嫩的 没错 肯定会 但是我更期待尝一尝 肯定能感觉得到 光看就觉得 哎呦 好吊石油 这个肯定是老老师做的 为什么这么讲 比较圆 比较圆 最漂亮 关于是漂亮 那种是漂亮 很漂亮的南瓜饼出自我们的手 你看到没 其实我觉得这一刻我们什么都不用说 拿筷子就是最实在的动作了 怎么讲 就是那个味儿 是不是 然后外皮有点那种焦脆 而内心是有点软 还有点沾牙 有点黏的那一种 其实我就饼出啊 咱这个吃的是能吃到原味 南瓜的味儿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南瓜饼呢 吃不吃来的真的南瓜中 外面做的全是甜的了 包括一些酒店做的呢 它一个是加糖 或者是呢 这个加面粉 嗯 加了面粉 这个它就是口感就不一样 没错 因为这个糯米粉呢 总的来说它是这个 它的价格要比面粉要高 这个你在家里做 如果开饭店的话呢 就加点面粉里面 哇哈哈哈哈 其实说的有道理 但是你知道 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吃这种原味儿的 没加任何其他别的杂的一些东西 最天然的颜色 也是最健康的一种一种食材 的确 但我倒有个建议 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吃甜的 你可以蘸点白糖 蘸糖或者是蘸那个蜂蜜 都很好吃 蘸蜂蜜 哇 那好会吃啊 嗯 很棒的你知道 好吃 南瓜饼 在家里面呢 你可以试一试 美食第二道菜 南瓜饼 希望你能够把它学会 刚着了 第二道菜 马上美食就要送出了 是烤肉的肉酱 这个烤肉 烤鸡心 还有烤蔬菜 都是微波炉烤的 您先跟我说说 您这个烤肉酱是祖传下来的 还是您多年的配方 还是怎样 这个多年的配方 多年的配方 因为在很早很多年以前呢 开过这个微波炉的烤肉店 这个花钱买的 在这里现在就是广泛的传播出去 对 这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所以说电视前面 看到这道的朋友 千万要锁定下面的节目 因为你接下来看到的是 当年秉厨 在餐饮业 树立地位的一个酱料 微波口的酱料 一会儿丙厨带给你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你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美食DIY 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了 我和王剑老师非常有福气 因为我们不用再去街边吃烧烤了 对 我们也不用愁 说想吃烧烤的时候 担心这个卫生的问题 而不敢出门去吃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饼大厨 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饼大厨 我的老朋友 教大家做一个微波烤肉的酱 有这个酱在手 对 跟你讲 多少钱都换不来了 千斤难买这个酱 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措谈 好不好 这个酱可以烤蔬菜 可以烤微波的鸡心 烤肉 烤大肠 烤腰的都可以 就是你想烤什么都行 对 因为这个微波炉烤肉呢 我认为它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一种特色 这个以前都是碳烤 或者电烤 是吧 这个微波炉呢 是这个这几年 就是有了这个先进的东西 系这个手电筒之后 家里面比较流行的一种家里面电器 这个它呢 它这个烤出来比较卫生 没错 这个干净 干净也没有任何的油烟 也不饶名 对 的确 不然的话那个炭火 你想想冒烟呢 也不煩饱 对对对 对身体也不健康 那咱正式的做 来 咱先把这个鸡心什么的都切好了 然后给它改刀 鸡心不用改刀 它就已经是个 它是把它给切好了 对中间给它劈开 这样把这个油和这个一块的 这个部分油这个心管 这个心血管 对对对对 确实是中央上都讲吃什么补什么 这个鸡心呢 也有一个补补心脏 镇静安神的那么一个作用 嗯 你知道小的时候家里会说 吃点心会长心肴 哈哈哈 这是自己能够更加聪明 能力一点 那你肯定想说 吃了很多很多的鸡心呢 那时候没吃鸡心 你知道 其实要是你吃这个微波烤肉啊 我觉得 有这样一句话说特别好 说你宁可吃微波烤肉 也千万别吃木炭烤肉 对 有人说 你看吸烟对身体不好吧 对对对 你吃了没一个烤的鸡腿等于你抽60根烟 的确是这样 因为这是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做出的这么一个研究以后做出一个结论 这就等于什么 比如说有人问你你吸烟吗 你想想我昨天吃鸡腿 嗯我吸 相当于吸了60根烟 因为这个你像肉质当中呢富含是蛋白质的 但蛋白质经过烤啊炸这种高温以后呢 嗯会变成一种叫本饼笔的有害物质 嗯这种物质是致癌的就像香烟致癌一样 嗯那也有调查呢就发现一下 喜欢吃烧烤的女性呢 立患乳腺癌的发病率就要比 不喜欢吃烧烤的女性高两倍以上 还有呢他容易避患子宫癌啊 还有胃癌啊肠癌的发病率呢也是大大的增加 你看他说这几个词汇说的特轻松 不过我想说如果你爱吃烧烤的话 你听到这些肯定很害怕 对对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微波烤肉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嗯首先呢微波烤肉它是无油烟的 嗯我们原来对微波微波炉的认识呢 只是举行它热菜热饭 没错但是呢自从这个近几年呢 大家发现用微波烤就免除了这种油烟 那它这种在烧烤或碳烤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致癌物质呢也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我们用微波烤肉来这一个健康的选择 这是其一 哎没有油烟的 对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蛋白质呢 经过这种碳烤呢会大大的丢失 嗯然后呢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一个吸收 那微波烤肉呢就可以避免了这一点 这是其二 大白质还能保留 对其三呢就是现在大烂的报道 大家都看到路边的一些这个烧烤什么的 它的肉的来源往往是不安全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我们知道微波烤肉学会了这种微波烤肉的办法 完全在家可以自己做 这样就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健康了 听到没 所以说这三大好处你是一定要知道的 知道这三大好处之后呢 你对饼熟就更加崇拜了 因为有它这个酱料才能出来好的味道 不然是不行的 刘秋你在这边把这个机器都反复的清洗 对主要是把这个机器里面的这个浴血 把这个清洗 不然的话呢它会发心 没错没错 这个先用这个先用白酒把它泡一下 用白酒泡 你用的是高度的二锅头 高度二锅头 二锅头 来就这么一点啊 一点一点 不能太多 吓我一下我也给你要给它灌酒 就是腌一下 用这个高度酒来腌呢 主要是这个去这个机心的这个腥味 你别说这个高度酒的味道 只要你放进去之后 你这么一抓 会发出来这个味道 让你闻起来还挺香的 就是那种凉食酒的香味 先把它泡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切这个肉 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肉串 肉给它切成大块 这个片 今天选的是猪肉 猪肉也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 最长的一种动物性食品 没错 但是大家在家里习惯了 都是做炒肉啊炖肉啊 很少做这个微波烤肉 我们提倡吃点猪肉 猪肉对身体还是蛮有好处的 它给人体提供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还有必须的一些脂肪酸 这对身体呢都是大大有益处的 对缺体性贫血的人来讲 我们主张多吃一点红肉的 哎呦能够不血的猪肉 对 不错啊 所有都处理好了 我们也要把这个猪肉先腌一下吗 这个猪肉在制的过程中呢 我们加点这个料酒就可以了 就不用这个白酒了 好 现在就把这个酱给调一下 那好 那咱这个比例是多少 两勺 就是剪这一些吧 四勺 好 四勺的甜面酱配这是什么 这是生抽 配生抽 两勺生抽 四勺的甜面酱配两勺的生抽 然后这个是老抽 一勺老抽 一勺老抽 还有呢就是五香粉 这个五香粉 五香粉适量性 就是看你个人的口味 对 再加点这个白糖 白糖白糖要多少 白糖加半勺就行了 半勺的白糖 对 这个白糖呢主要是这个 与这个甜面酱给中和一下 这个酱料还是挺 挺重口味的 嗯 有生抽 然后呢有我们刚才的老抽 是不是 对 还有甜面酱 甜面酱 还有点糖 还有五香粉 别说您这个酱调完之后 闻着很香 闻着还是那种比较复合 有点带点麻油香的那种甜面酱的味道 然后还要来点料酒 料酒 料酒要多少了 又要了三勺吧 三勺料酒 那还是比例挺多的 挺多的 这个量呢它是腌这个 两斤肉的 两斤肉这些量 那还行 其实两斤肉还是挺多的 现在呢就是可以 淋在我们这个肉上面 嗯 这个腌多长时间用酒 腌完这火刀才可以淋我们这个酱 这个泡到20分钟就行了 20分钟 嗯 我们这酒也不用再冲起掉 直接用就可以了 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肯定烤出来还有点酒香味 对 这个如果说我们准备一个微波烤肉这个酱 然后给它涂上之后 大概要给它彻底腌多长时间 才开始正式的烤 这一半也就是腌两个小时 放冰箱里腌两个小时 因为腌制的东西呢 嗯 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让它入味 是吧 而且呢这个你不要放在常温下 嗯 你不要放在一个地面的这个红温下 嗯 它这个入味它能均匀 哦 恒温下入味均匀 不光是考虑说它不会变质的问题 对 能闻到一些酱的香味哦 就是再来点 来到最后呢 像您说的来到老抽 最主要是最后上色 对 要同步的话是上不了这么好的颜色 是 嗯 因为这个老抽的颜色呢 就是在外面 不要把它吃到这个肉里面去 将肉和鸡心腌制入味后 按自己的喜好穿在签字上就可以了 看这满满一盘子可真是实惠呀 接下来该如何制作呢 先把这个烤肉的盘子呢 加点水 加点水 加水干嘛呢 不然你烤的时候呢 这个如果这样没有水的话 因为再来又没有油 哎 它会把它给烤得太干了 哦 防水它 因为这点油不是更好吗 如果在底部的话 这个油就把它给炸了 它也失去这个微波烤的 再给加点味 加点这个酱油 加点酱油 好 在底部来点水 再来点酱油 防止它太干 这时候就可以烤了 咱现在这个烤鸡心 把鸡心放在这个中间 嗯 这个蘸一面 把这个辣椒粉面熟上 反方向 然后沾水那一面 就不用沾辣椒粉了 对 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呢 再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有的人习惯 然后在做加工这个肉制炒之前 喜欢用热一点的水 然后清洗一下 觉得这样更干净 实际上你像猪肉当中呢 就有一种物质叫做鸡溶蛋白 它在15度以上的热水当中呢 就会溶解 所以说 15度它就会溶解 它是有多脆弱 对 所以它这猪肉的一些营养呢 就在热水当中 就大量的流失掉了 天呐 所以说那个步骤没必要吗 对 没有必要 反正用冷水 用冷水清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没错 就在说话 今天大厨已经给我们装好了 那接下来大厨 你给它放入微波炉中 微波炉烤 放进微波炉里面 现在开始正式的烤 我们的微波烤肉 用什么火 用高火 高火之后呢 就是先烤2分半钟 高火先烤2分半钟 定在2分半钟 什么叫先烤一块还是第二次烤 还要再翻转一下 要翻转呢 自己人工翻转 对 那好 那咱现在呢就高火等待它2分半钟 烤差不多 咱再把它翻转一下 停 一声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的烤肉 要翻一个面了 那秉住麻烦您 帮我们给它呢 翻个面 把面都加工一下 最好 有热气猫出来了 烤肉里现在这个降味啊 还是挺浓郁的 然后我关上它 再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叔 1分半 翻一个面之后 再给它加工 1分半钟 还是高火 对 还是高火 对 还是高火 比如说咱现在可以正式地吃它了 是不是 对 赶快把它取出来 哦 哦 来回的反正面还要蘸一蘸它吗 对 把这个汤给它蘸在这个蘸圆的它 底部这个浓缩的汤汁 对 这个酱料 都蘸到我们今天的肉串和鸡心上面 哦 您说您这个烤菜这个麦香还真是挺棒的 这个肉串烤出来热气腾腾的 而且闻这个味道也踏实 因为毕竟它这种微波烤出来的 不像我们烟熏火燎的状态下出来的烤肉 好香 那种酱香味特别浓 真的是特别浓 爱吃烤烤的朋友看到这已经忍不住了 那咱们一起就开始大快朵鱼的享受它吧 大得说吃鸡心会长心眼变聪明 所以我吃鸡心 没错 那吃肉会不会长肉 那我吃错了问题 其实这个肉串吃起来的时候 是那种酱香超足的那种肉串的感觉 这样好吃的 而且这个鸡心吃起来是那种鲜湿的口感 并不像这种炭烤那种干巴巴的 没错 可能之所以它微波能出来这种水嫩嫩的感觉 是不是跟底盘有点水的关系 有点水 在一个是银的时候 因为它有这个酱汁护着 没错 在微波肉的这个本性 这个性质也是这样 它不会给你烤的很干 除非你这个时间掌握不好 掌握大了的话它会太干了 总之这个肉吃起来是一点都不柴 酱香超足的很好吃 其实我觉得一说微波烤肉 大家会觉得说很多饭店做的特别好吃 特别香 但是你真的没有尝过 刚才这么简单的一个配料 出来这个滋味 这都要比很多酒店做出来的微波烤肉 都还要好吃 是不是 我就受不舍的方向了 那就直接吃下去啊 你看我们饼说来得多实惠 跟你讲 喜欢吃微波烤肉的朋友 刚才这个配方一定要记住 希望在家里面好好地享受你的美食 我们要感谢饼大厨最后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也希望您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谢谢王敬老师 感谢你的参与 感谢您的守候 让我们感谢盛司的橱柜 感谢这门凯的宝条锅 感谢秀与庄严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军商 青岛湖计划的独法小站花钱油 对本节目的大部分